它自動方向產生的 就是在一個MAP DIV裡面 幫我做這兩件事 如果你要做剛剛講的 比如第一個 自裝的話 你要去調整那個一個MACI邊界 邊界怎麼樣呢 有左邊界右邊界調整一下 他就自裝了 第二個的話呢 是要調整什麼放大縮小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 寬度設為AUTO 他就自動調整寬度了 第三個邊框你就去調整Boulder 不過他背很多那個 標籤名稱 但是呢 如果你不想背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圖形化工具 Dreamweaver裡面就有了 其實如果你不用Dreamweaver 這個是要自己敲的 很多其實都是自己要敲那個 你會發現 美術設計師都在做這些事情 但如果你不想背的話 教各位 這個有沒有 MAP DIV點兩下 剛剛講的 設定 自裝 很簡單 方框這邊有個Maggie 其實 可以這樣做 就是可以把 全部都一樣打勾取消 把right的部分 給他一個AUTO 或者給他一個數字 5也可以 或者一個數字 我看給他5好了 邊框給他5個pixel 這個也給他5 左邊右邊各5 然後上下的話 就零好了 這個是 框框的 這個DIV的邊框邊界 那我怎麼知道結果會如何 其實你們可以講 套用一下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他就這個看不太出來 我把他移過來一點點 這個 方框 裡面的 邊界 邊界 我把這個改個AUTO好了 左右的邊界 把他設為AUTO 套用一下 看一下 就中間了 所以 我們可以 如果你用5的話 他左邊右邊各5 所以沒辦法放在這 如果說 你希望 把它放中間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是 改這一個 這個叫 Marking 中文翻譯叫 有的叫邊界 有的叫 就邊邊 你可以填充的邊界 這邊改 AUTO 零AUTO 零AUTO